特北 您听见刚才的广播了吗 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向我们扣了 一旦美军与共军交战 共军必败无疑 我担心总统身边一帮不务时政的人 会毁了中华民国 我好像看见几个人在追葡萄芙接纳 我什么都听不见 你看见葡萄芙接纳没有 我什么都看不见 小心点 是扑多夫 扑多夫 扑多夫接纳 你终于出现了 阁下 你失约了 用你们中国话叫 你很不守心有 扑多夫接纳小姐 我告诉你 如果你感觉我们中国特工 可以让你们俄国人当猴耍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不是叛徒 我不是叛徒 我没有背叛祖国 我不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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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行动 我疼你就完蛋了 你们的尾巴也长不了 你给我走吧 请刘邓首长放心 登天教授跟我们回中国去吧 普洞快接纳 苏联人民不会原谅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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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痙铁教授我知道你乐爱何苦 跟我们回去吧 海之诗别动队 大林医院行动 我知道 你受委屈了 李明依的下场 是什么 你也看到 我想 在对你用刑之前 把你的投降空间 放得大一些 免得你们共产党 说我们是法西斯 你们想知道 什么都没有用 别想从我口中知道任何事情 为什么 你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死脑筋 你的同伙李明依 已经失去了记忆 就算他以后不是残废 你们在一块该怎么生活 你难道 就不想救一救 你们的同志吗 呸 法西斯 你们的尾巴长不了多久了 我们的部队就快打过来了 你 因你看 他是不是在玩避重就轻的把戏啊 我个人认为 这个共党分子 如果不是在生理上有缺陷 那一定是赌场上的老牵手 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 我们会在这次较量当中 被他玩一把 孙子云兵不厌仗 谁是谁非 还很难说 你们要日夜奸诚地 对这个共党分子进行心理递估 听见没有 来 再给他加一块 让他不招 加你 看你招不招 叫你嘴呀 奥克与特委蓝相和分手后 心里显得极不平静 他带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离开了他仰慕的上级领导 但是他深深地知道 关于39号档案的绝密性和特殊性 使他不便把青鸟同志推到前场 救命啊 救命啊 别跑啊 来来来 让我亲一下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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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你们这帮混蛋 干什么呢 警官 我们可不是存心欺负他 警官 不是的 是他欠我们家钱 是自愿的 今天晚上 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 马上给我滚蛋 快走 快走 恩人 没事吧姑娘 恩人 姑娘 赶快起来 快起来 来 快起来 没事了 快起来 恩人 姑娘 这里太乱了 来 这你拿着 不 拿着 赶快回去吧 这很快就要打仗了 谢谢 没事 谢谢恩人 回去吧 哈喽 敖客探长 你是谁 久仰久仰 请上车吧 敖客探长 您是谁 久仰久仰 请上车吧 敖客探长 都说你是这座城市的神态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上车吧 我是芝加哥皮特俠克公司的LOS 认识你很高兴 放营第二警备司令部 真机队行侦队长奥克 请多关长 很荣幸 你是在哪儿发现我的车啊 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我的车被我的助手开走了 我看 你是不是坐错了位置 哦 sorry 你的身手真不错啊 你的也不错 我们走吧 给你 现在去哪儿聊聊呢 你在哪儿下车啊 就在前面高杯店旅设下 要不要上去喝一碗面汤呢 呃 我还要案子要办 不去了 下次吧 有人说你是个共产党的谍报 老四先生 你这玩笑开大了吧 哼 其实我们之间有共同的 感兴趣的事情可以谈嘛 说不定我可以帮助你 这是我的名片 明天下午三点钟 我在名片上的地址等着你 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晚安 所以他怎么会有求 我未到过那儿 你给你他解释了 今天我们不算的话 明天就会计算 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了 走 进去 劳黎 劳黎 我是李燕 我是卢李燕呀 明依 你不记得我了吗 难道你忘了我们朝夕相处的那段岁月了吗 我本想 是的 是魔鬼安排了我们以这种方式相见 如果我们俩不能看见黎明的到来 那么我也会在黎明到来之前把我的蜡烛燃尽 让光明为我们俩的重逢祈祷 明依 你听见了吗 我是卢李燕 你的爱人 请 请 怎么 你们祖座不在吗 祖座马上就到 我去请他 你先坐吧 我来说 你可不可以 怎么 我还不喜欢 我 求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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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了莫斯科 并受过俄国人 严格的思想改造 他现在在苏联境内 什么地方 请允许我暂时 保密这个问题 这个叫腾田小二的科学家 到了苏联以后 接受了苏俄的短暂审问 现在在苏俄 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实验室 他目前的研究项目 主要是对 先头科夫将军负责 谢诺科夫将军 给予了他本人 在苏联极高的生活待遇 谢诺科夫将军 谢诺科夫以前是 朱可夫元帅的部下 后来中共的林彪将军 到俄罗斯治病 于是呢 谢诺科夫与林彪将军 成了好朋友 你们的影子齐领导 希望尽快请到 腾田小二教授 赴凤印参加39号工程的研制 在这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位腾田教授 正在苏联实验室 完成一项叫裂变的项目 暂时搁浅 他与谢诺科夫将军 在工作上的分歧 导致了谢将军 又邀请荷兰 比利时等国的化学家 参与实验 受冷落的腾田军 便终于有了机会出走休息 于是才有了我们合作的前提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腾田教授 现在的问题是 谢诺科夫将军那边 何时放腾田休假 我已经通过我的关系 请苏联方面的赫鲁晓夫将军 催促显诺科夫 在我们前往俄国 与其他国家接腾田之前 我们还应该做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 这里说话安全吗 安全 你说吧 我还是明天告诉你吧 特备人 这个自称是塔斯社记者的 普诺夫杰娜 正在与保密局凤因组的 玄国上校 密砍 他的出现 使我们对许多年 苏联谍报的印象 有所改变 原来 有郑建民局长 唐纵局长 以及中统的陈果夫先生 规划在1945年 远东苏俄之印象的蓝本中 要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特派员 此话 怎讲呢 由于 这个普多夫贱难的出现 我们对红色苏联 在行为和传统的工作方式上 都出现了不同的偏差 你再不要给我讲这些笼统的印象 还是谈谈这个女人的处境和危险程度吧 嗯 他以远东塔斯社 自由撰稿人的身份 从事间谍活动 但是 他并没有直接危害到我们民国的切实力 那么在间接上 他损害过我们的利益没有 哎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之后 这个普多夫贱呢 曾经用绣球作为笔名 撰写了一篇看今日之满洲的文章 此篇文章从多个侧面 描写了当时中国东北的一些真实情况 后来伟作认为此篇文章有利于中共 所以下令关闭各大报刊 不得转载 仅此而已吗 仅此而已 至于谈到他对我民国政府的利益 构成的危险性吗 我个人认为 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 神出鬼没形影无踪 可谁也不知道 他那些深处到底藏着什么居心叵测 所以鉴于在这特殊的历史关头 我们对这个红色苏联的塔斯社记者 必须加以防范 我放着这柜 你让他进来 我放着这柜 我的家在东北送过 我的家在东北送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梅框 还有那满山边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送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梅框 还有那满山边野的大豆高粱 那里有森林梅框 森林梅框 还有那 谷格 局长到处找你 什么事 警备司令部刚给局长来了电话 说张家邦别墅猝死的男人 是朱家公馆的长子 要我们现期破案 有这段实现 是啊 朱家公馆目前大部分产业 已运往台北 听警备司令部的人说 朱家与上面的关系很不一般 想是大有来头啊 那局长什么态度 报告 局长 敖客奉命来到 敖客啊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你得赶快去准备一下 掌家帮别墅凶杀案的材料 赶快到司征厅去 找市长大人 汇报一下凶杀的情况啊 局长 这案子还没有针破 凶手也没有抓到 您让我怎么汇报啊 你管他了 你想应付一下再说 听说这死人是市长大人的亲戚 你明白吗 是 局长 按照约定时间 奥克应该在下午三点 与美国人劳死见面 但此时此刻他又犹豫了起来 奥克心里清楚 昨晚见到的那个美国人 肯定不会是一次意外 既然他知道 奥克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 而又没有声张或出卖奥克 这里面必定有不可告人的隐私隐秘 喂 我是奥克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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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家好了 咱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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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即使共产党打赢了 挺过了徐蹦县 是不是新政府 也需要我们这些 维护治安的办案高手啊 那可未必如此啊 听说呀 共产党对手上 沾满他们心血的人 不会让他们轻易过关的 不 我们双手沾过 共产党的鲜血吗 没有 我可一个共产党 也没杀过 小心你的自由言论 被总统的耳目听见 我们的日子就跑过了 这 父亲 局长那儿 你去帮我应付一下 这两天 我母亲心脏病又犯了 我就在前面 四个松下车 你听说 他是个人吗 民众诚 的 只有 下车 看 我 不 那个 是 这 嗯 有 吴 那生前留给我的党国精英啊 目前国军在各条战线上是节节败退啊 作为一个领取过中正荣誉勋章的人 你要为我多挑下这个担子 我既希望你能够和普特夫接纳合作成功 早日把腾田博士接网奉音 学生将肝脑涂地 绝不辜负戴局长与您的教诲 你看看这里 这如今是这么的萧条啊 日后又将狼烟四起 今后你见到普特夫接纳的时候 答应他的一切条件 只要他愿意配合我们 完成三十九号绝密工程 他很可能会亲自跟您谈条件 我在他面前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这个不是人间烟火的俄国女人 她小看你了 你能够容忍她这么蔑视你吗 先生 我将为党国忍辱负重 在座不辞 你看见什么没有 谁如此大胆 撞掉他们 你其实没有第一个不恋新的 人家 得到 你的语言 你通知普通佛杰娜 让他晚上八点老地方见我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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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很熟识 我喜欢你的伴侣 我喜欢你的伴侣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你的虎穴 是不是个陷阱 我是办案经过这里 顺便过来看看 那你跟我来吧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难道你不问问为什么吗 你讲 你讲吧 我听着 我有心理准备 不言而喻 这个人 你已经很熟悉了 现在有很多方面 对他的档案 非常关注 或者说 对他的真实身份 很感兴趣 我受人之托 要调查他的真实背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见面的前提吗 因为你是个破案高手 所以我们彼此都有利用 或者说彼此都有合作的价值 你不是认为我是共产党卧底吗 我们还有什么合作的价值 你们美国间谍 是否太多情 太浪漫了吧 我认为你是共产党的卧底 这纯属玩笑 不过我们有更进一步的 关于这个人可能是 共产党卧底的线索 接着往下看 请你别介意我说共产党问题 这不代表我对共产党怀有恶意 你看 韦德迈 史迪威 甚至赫尔里大使 他们都表示过 对中共延安的兴趣啊 来吧 进入正题吧 这个人目前凶多吉少 我认为是 你不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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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军统保密局的内部 和中统方面的 高级幕僚 已经开始对他不信任了 就是说他的行为 已经被秘密监控 而且我们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秘密调查他以后 认为他很可能就是 安插在国军内部的 王牌特工青鸟 现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位巨人在信任他 不久 他便会参与国军 三十九号秘密工程的启动 如果 他真是轻鸟的话 那国军便有麻烦了 你希望我做什么 用你的经验 帮助我们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敖克心里清楚 劳斯已经超越了 试探他的界限 与其说劳斯在用这次机会 获得什么 倒不如说劳斯用这种 违背情报 占线上常规的做法 在暗示他什么 此刻让敖克看不懂的 便是这个美国人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希望他会正确有点 什么 大家很相信 随意 你不懂 要 explanation 这杀人 才会这样 尽闻 而是 比方家 这杀人 我不是一个国家的救世主 我只是这部小说中的 一个不起眼的人物而已 小说 对 我们就是在创作一部 骇人听闻的小说 葡萄杰娜 你这么风风火火地把我叫来 有什么事吗 先生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 让徐上校跟我一起参见 这位大黄蜂先生 有点担忧 你有证据吗 没有 我只是怀疑 徐上校 他可是代老板在世时 重点培养的特工人员 他自己的行为 证明了他对党国的忠诚 那是肝胆相照的 可事关重大 按照我们内政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定 他在执行命令和行动之前 必须接受我们的考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走 看来 还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子 你怎么像疯子一样 深清半夜的 哭得没完没了的 怎么 谁又惹你伤心了 我想我的女儿 还有我的女婿 老婆子 咱们不是约法三章了吗 从此不许提女儿女婿的事 你怎么又反悔了 这些天 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都梦见她们 梦见我的女儿 还有我的女婿都被烧成了灰烬了 小声点好不好 别让孩子听见 怎么 唐紫棋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你还爱你的外孙女吗 我说老婆子 你竟敢违背我的意愿 那就别怪我唐紫棋不讲夫妻情面 谁要是阻止我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 我就灭了谁 余先生 有什么事情吗 你们什么时候换班 余先生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让小时 менее住在我 Dick氏在左上 是啊 下快就没一次 Super高 半小时 二十瘤 你 anticipated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马上报告首长 那个奇怪的电波又出现了 我们现在能够破译这些密码数据吗 喂 立刻请密码组的同志过来 是 是 请刘邓首长放心 也请素司令员放心 我们会尽快把中央精神和指挥方案 通知我们敌后的侦察员们 是 好的 坚决组织优势兵力 歼免徐凤会战前的敌头魔爪 是 是 要他们的39号动不起来 是 是 好的 报告 听 毛处长 我正找你呢 来 坐 来 首长好 毛处长 请坐吧 您坐 毛处长 华东方面的侦察员有什么消息 有什么消息吗 蓝象河同志这两天沉寂了 我担心他的工作不顺利 还有什么消息吗 今天凌晨四点 我们的情报接收站 破译了来自国民党封印老电台署名 影子的密电码 国民党的39号工程 还在秘密的操作中 狗急跳墙了 狗急跳墙了 首长 我们的大军会不会提前总攻啊 我怕夜长梦多啊 什么时候总攻 那是刘邓首长和陈肃司令员他们考虑的 我们的责任是 在这次战役中 不允许国民党敌特 出现非战场上的因素 绝不能让39号工程运到淮海前线 否则 我们对不起党中央 对不起毛主席 更对不起四万万关注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啊 首长 首长 坚决完成任务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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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机 爱是永远 当情人双飞 穿越黑暗 冰冷的风 已会变暖 在地狱寒风的岁月里 眼里寒着秋的世界 让情人知道 彼岸的结局 只怕勇气 爱到黎明 学时机 爱是永远 已在寒夜里错过了美丽 的梦 只把勇气 带到黎明 别用泪水去西地 学时机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这些群众 就能不能 注意 做习惯 又是 道义等等之类的事情 所以 我希望你们小夫妻俩 好好地 点亮点亮 不看我不顺眼 又让开 他们 他们不是看你不顺眼 他们那是奈护你呢 讨厌 这小妖精的 你这都是我了你 你是要面粉了 还是要黄金了 南京几点